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看门单元 带您看到更多的地方消息 首先是在大家想到大树区的观光景点 首先可能就会想到大树区的旧铁桥公园 不过旧铁桥实体公园这边 在凯米台风过来的时候 其实带来非常强大的一个雨势 因此园区是由大量的土杀的淤积 已经影响到民众的休息安全 对此水利局就积极的调派机具来抢通 那要提醒民众 因为仍有一些机具是放置在旧铁桥公园这边的 所以民众如果最近有要到旧铁桥这边观光的话 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凯米台风在前高平息水位暴涨 漫过大树区旧铁桥实体公园 退水后园区内大量土杀预机 经调查全区域有7成的面积遭覆盖 预机的深度最深也达2公尺 严重影响到民众的休息休闲游戏 对此水利局调派机具机器的抢通 已经在8月底恢复连外道路 还有大草原以及区内红砖步道等场域 由于失座的机具尚未移除 请民众一定要遵循步道方向 还有交尾设施 并且远离施工的机具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休憩活动